充滿娛樂性的特供阿佳佬 它背後的花絮亦同樣精彩 大家好,我們是一個覺得自己說的電影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留言、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就馬上通知你了 特供阿佳佬 是繼花絕殺手《拿破崙》之後第三出Apple投資的電影 今次不再玩史詩式,來個瘋狂的特務式喜劇 這套戲是改編自一本快出的同名小說《阿佳佬》 故事是由Brice Dylas Howard 飾演的女小說作家Elly Conway 因為她的特務小說很巧合地揭露了現實世界中一個特務組織的陰謀 所以招致殺身之禍 而Sam Rockway 飾演的Aidan 就在危險中把Elly Conway拯救出來 這套戲是由Matthew Front 执導的 所以戲中不多不少都有一些去之前作品Kingsman的影子 至於一個觀後感,無可否認 這套戲的確令人賞心悅目 動作、飛車、搞笑、扭竅應有盡有 條竅還要扭完再扭 又有香港、倫敦、法國、中東、希臘的美景作襯托 怕你而不夠,還加多隻貓做配角 拍攝效果亦非常出色 尤其是煙霧中槍戰的一幕 畫面美得我以為自己在看Chanel的廣告 總之就是一套集齊所有商業元素 娛樂性十足的爆谷片 這套戲當然亦有缺點 由於這套戲充斥著一大堆精彩的動作場面 變相令到角色的描寫薄弱了些 如果可以在男女主角的往事再著墨多些 相信會令觀眾更加投入他們的感情線 這套戲除了畫面上充滿娛樂性 背後的花生亦同樣精彩 剛才說過這套戲是改編自一本 還未推出的同名小說 這本小說是出自一位名不經傳 叫艾利康威的作家 對呀,名字和戲中的角色一樣 這本小說亦是他第一部小說 一個新作家 一本還未推出的小說 Apple竟然用了2億美元去買個版權 這麼誇張 那大媒體當然想知道 這個新作家是甚麼了 但無論如何調查 媒體依然找不到任何有關這位作家的實質資訊 他本書的出版社有拒絕透露任何資料 只知道他住在美國 總之這個作家 Elie康威背後的真正身份 就變得越來越引人關注 坊間亦流傳了很多關於他的傳聞 我們就總括了以下三種傳聞 傳聞一 大利康威Elie康威的真正身份 就是Taylor Swift 這個主要是Taylor Swift的粉絲判斷 原因是因為電影預告中出現的貓 和Taylor Swift記錄片中出現的 蘇格蘭接耳貓是同一品種 寵物背包都是差不多一款 預告裏面有寫著 Once you know the secret Don't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所以就令粉絲有這樣的聯想 而在另一段Taylor Swift的短片 All to well 裏面 他的造型和Elie康威一樣是流著紅髮 兼且又是扮演作家 何況Taylor Swift偶爾會用其他名字去創作一下 所以才令傳聞越傳越真 不過最近導演Matthew Thorn都出來否認了 傳聞二 阿佳佬這本小說是由AI編寫而成的 傳聞認為 電影的編劇才是寫了電影劇本 之後再用AI根據電影劇本 申請了一本小說出來 對於這個說法 我就有少許保留了 雖然AI技術發展得很快 但又是否真的可以寫出一本 這麼完整 這麼有連貫性的小說呢 還是其實Apple的兩億美金不是版權費 而是開發AI小說的寫作技術費用呢 傳聞三 Elie康威的真正身份就是小說作家Tammy Cohen 華盛頓郵報記者發現 Elie康威在阿佳佬小說的致謝裏面 對一個叫羅伯默斯的英國天文學家表達感謝 記者於是打給默斯問一下有關Elie康威的事 默斯竟然說不懂Elie康威 他說只是幫了一個叫Tammy Cohen的作者 完成了一本特務小說 雖然之後Tammy Cohen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不過以他有寫過特務小說這個背景 普遍認為他就是Elie康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最後官方亦都公佈了Elie康威的真正身份 正正就是這位作家Tammy Cohen 整件事就弄得這麼juicy 如果這個是電影的宣傳策略的話 這個策略都真的挺成功的 最後的最後順帶一提 套戲的結尾有彩蛋的 不趕時間就看完它吧 趕時間就無謂了 好了今次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留言、讚、分享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接下來會有更多電影相關的影片 好,我們下次再見,bye bye